气象看大爱陪您聊天气 大家晚安 昨天到今天全台由北到南 温度是陆续的下降 我们从气象局的低温特报来提醒您 强烈大陆冷气团的影响 北部和东北部偏冷 那么其他地区早晚也冷 在这个图表上的橙色代表是非常寒冷 包括了新北市 基隆 桃源 新竹以及金门 会持续10度左右或10度以下 而连江线的话因为是地缘因素 会持续在6度左右或者是以下 至于黄色的灯号表示寒冷 有10度以下的机会 包括了台北市 苗栗县的朋友都要注意 我们从温度曲线来看 黄色的线条是指中南部 温差相对是比较大的 夜晚到清晨会降到13 14度 高温有机会来到20 21度 而绿色的话是花东地区 高温大约19度左右 红色线条代表的是北部 几乎都是在15度以下 在空旷地区甚至会降到10到11度 那么也由于东北季风偏强 所以沿海空旷地区不但是低温 风力也很强 我们从这张图来看 桃源到台南 东南部地区 恒春半岛以及外岛的澎湖 都有机会有刮起9到10期的江振风 如果在这些地方有活动的话 民众一定要注意安全 而且做好保暖 那么东北风强劲 迎风面的地区也要注意 有大雨发生的机会 气象局预测星期二到星期四 北部东北部以及东半部地区 到恒春都有机会降雨 局部地区累积的雨量 可能达到大雨等级 像是基隆北海岸以及宜兰地区 这些地方的观众朋友 出门的话请携带雨具来备用 生活follow me小弟您告诉您 这一波强冷空气的影响呢 最快要到星期三才会减弱 请观众朋友避免长时间 逗留在寒冷的环境当中 那么头部颈部手和脚都要做好保暖 也要关心孩童以及老人 使用瓦斯热水器和电暖器的时候 更是要注意安全 而在冬天呢 也是流感好发的季节 请注意手部的清洁还有咳嗽礼仪 生病的话就好好地待在家里头休息 接着提供给您明天详细的数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